大家好,我是娟娟 今天我们来一起勾一下这两只可爱的五脸熊 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挂件 挂在包包上面,挂在钥匙上面,都是非常不错的 勾编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 新手姐妹呢,也能够很快的勾好 我们用到的线呢,是四股牛奶棉 勾针的型号呢,是2.0毫米的 主色呢,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黑色 非常经典的两个配色 好,接下来呢,我们直接进入视频来勾一下这款小玩偶 首先我们来勾一下脚的部分 第一圈,环形起伸的方法,勾六个短针 把线在手指上面绕一圈 右手捏住交叉处 左手把线搭好 换左手捏住交叉处 勾针穿进去 把线绕住 拉过来 然后呢,再用勾针把线绕住 拉过这个线圈 这是一个变子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接下来呢,我们在圆里面勾出六个短针 首先勾第一针 穿针进去 勾针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再是一个短针 第一个短针针眼 做好标记 每一个短针勾好之后 上面都有一个V字形的针眼 大家看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个短针 穿针 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呢,并针 第二针就勾好了 第三针 然后第四针 按这个方法 勾好六个短针 短针呢 用字母符号X表示 大家一边学习勾呢 一边学习看这个勾针的编织符号 6X代表六个短针 好,这六个短针就勾好了 勾好之后 把这个小线尾用力拉紧 我们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每一圈勾好之后 都需要进行手尾相接 在做标记的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 横着穿过这两根线 线尾横在一侧 勾针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呢,直接把拉过来的这根线 带到后面线圈里面去 这是一个引拔针 用力拉紧 每一圈都需要这样进行手尾相接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辫子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勾五个短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勾出一针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先勾出第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个针眼里面勾出一针 第二个针眼里面勾出一针 第三个针眼里面勾出一针 勾好这五X之后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勾出一个短针的加针 在最后一个针眼里面勾出两个短针来 也就是说呢,一个短针加针等于两个短针 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勾出一针 然后呢,再勾出一针 短针加针呢,用字母符号V表示 勾好这个短针加针之后 第二圈就完成了 我们来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方法是一样的 勾一个引拔针 直接把这根线带过来拉紧 这样的话呢,第二圈就勾好了 接下来勾一个辫子针 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就是不加针不减针 勾这七个短针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第三圈勾好 第一针勾好之后都需要做好标记 勾好这七个短针之后 我们第一只脚呢,就勾好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线拉长 把线呢,直接剪断 我们用缝合针呢,来处理一下第三圈的这个手尾相接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短针 跳过去 我们从第二个短针针眼的位置 这样穿针穿进去 然后呢,找到最后一个短针针眼 我们直挑这个短针针眼的这个后半针 然后呢,连同第一个短针针眼的这个后半针 这样同时穿过来 这样就连接好了 第一只脚勾好之后呢,我们就这样断线就可以了 那么再按照相同的方法呢 再把第二只脚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也是勾好三圈 勾好之后呢,不要断线 好,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条腿勾好之后呢,断线 第二条腿勾好之后呢,不断线 然后呢,勾一个引拔针连接好就可以了 接下来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我们开始勾两个短针 勾好两个短针之后呢 我们把第一个针眼呢,还是做好标记 接下来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我们连接第一条腿 在这个手尾相接触的这个地方,开始穿针 从这个地方开始连接 先勾好一个短针 再勾好一个短针 勾好这两个短针之后呢,我们勾一个加针 然后再勾两个单独的短针 这两个短针呢,还是占据两个针眼 我们再勾两个单独的短针 一针 一针 两针 然后呢,再勾一个加针 在这一个针眼里面勾出两个短针 然后最后呢,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勾好之后呢,我们这条腿呢,就勾好了 接下来呢,在中间的两个辫子针的这个地方 在上面呢,勾上两个短针 挑这个单层线圈作为针眼的部分就可以了 勾上两个短针 好,就到了我们第二条腿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条腿上面呢,开始勾 先勾一个单独的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然后两个短针 两个单独的短针 最后剩下一个针眼,我们勾上一个加针 这一大圈勾好之后呢,总共是有22个短针 我们这个第四圈相当于就勾好了 然后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在做标记的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连接一下 这一大圈就勾好了 总共有22个短针 通过这样来勾呢,就把两条腿呢,给它连接在一起了 接下来的第五圈到第十圈 就是不加针不减针,勾这22个短针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先把这个第五圈到第十圈给它勾好 不加针不减针,勾这22个短针 好,姐妹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勾到了第十圈 那么接下来该勾第十一圈了,先勾一个变子针 然后接下来呢,先勾8个单独的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第一针勾好之后还是做好标记 新手姐妹呢,务必把这个标记做好 第二针 第三针 那么姐妹们在一边勾呢,一边学习去看这个勾针的编织图解 这样的话呢,后期我们是可以自己独立勾编一小部分的 勾好这八个单独的短针之后,接下来勾一个短针减针 短针减针呢,用字母符号A表示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第九个短针针眼的这个前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调起来 我们来具体勾一下 先把第九针,前半针这个单层线圈调起来 然后再把第十针,前半针调起来 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呢,用勾针把线勾住 拉过来 然后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短针的减针 用字母符号A表示 接下来,我们再勾九个单独的短针 勾9X 以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字母符号A 就像刚才那样勾就可以了 我们先勾好这九个短针 占据九个针眼 好,接下来呢,我们勾一个短针的减针 调起一个前半针 再调起一个前半针 然后呢,用勾针把线勾住 拉过来 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短针减针就勾好了 把第十二圈勾好 我们这个腿和身体呢 总共呢是勾十三圈 还差一圈就完成了 那么通过我们对这个腿和身体这一部分的勾边呢 我们会学会最基本的这个勾针的针法 比如这个短针呢 短针的加针呀 以及短针的减针 对吧 把这字母符号呢 分别给它弄清楚就可以了 好,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第十二圈呢,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勾第十三圈 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勾七个单独的短针 占据七个针眼 7X 好,勾好这7X之后 勾一个短针的减针 勾一个A 然后呢,勾九X 勾九个短针 如果你没有勾错的话 我们这个针眼个数呢是非常正确的 一针不多,一针不少 先把这9X勾好 最后呢,剩下两个针眼 勾上一个短针的减针 也就是勾上一个A 好,勾好之后呢,把这个线呢,拉长 留一个比较长 留一个比较长的线尾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腿和身体呢,就完成了 最后呢,我们用这个大头针来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短针针眼跳过去 从第二个短针针眼的位置穿针 找到最后的一个短针针眼 我们直挑这个短针针眼的后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连同下面这个小线圈 连同第一个短针针眼的后半针 这样穿过去 这样就连接好了 然后呢,在里面放入屁屁棉填充起来 好了,把这个腿和身体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看这图解部分呢 把这个无脸熊的其他部分 比如说这个胳膊的部分呀 还有这个头部,帽子,两个耳朵 都分别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这一部分的勾法呢,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就完全可以看着图解部分呢 把它勾好就可以了 都是用到的这个最简单的这个基本针法 头部,帽子,耳朵,胳膊 这四部分呢,我们把它勾好 把图解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姐妹们看一下 这一张呢,是这个头部的图解 我简单给大家解说一下 第一圈呢,就是环形起伸的方法 起六个短针 和刚才我们勾这个腿部的起针 是一样的 接下来第二圈呢 我们就是勾六个短针的加针 六V 第三圈呢,我们就是勾 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然后呢,重复的勾六次就可以了 第四圈呢,我们就是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勾一个加针 再勾一个单独的短针 这是一个组合 把这个组合呢,这一整圈呢 总共是勾六次 第五圈呢,我们是勾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 然后呢,重复的勾六次就可以了 这三X呢,占据三个针呀 那么,第六圈呢,我们是勾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然后呢,再勾两个短针 这是一个大的组合 把这个大的组合呢,总共是勾六次就可以了 这个小括号括起来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组合 然后呢,重复的勾这个组合就可以了 图解上面写着重复勾几次 那么你就重复勾几次就可以了 非常准确的 好了,我们就简单的讲解到这里就可以了 接下来姐妹们跟着图解部分呢 把这四部分呢,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好,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五脸熊的每一部分呢 都已经勾好了 那么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缝合 我们先把这个头部和身体部分联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先把其他部分呢,给它拿开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帽子呢,扣在这个头部上面 那么在扣的时候大家看一下 下面呢,正好呢,露出半圆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个脸部的最中心呢 是这个第十行,我们有一个八个的短针加针 这一部分呢,是作为脸部的最中间的部分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这一段呢,是脸部最中间的部分 这样给它扣好帽子就可以了 那么扣好之后,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这个缝合 把这个身体呢,给它缝合起来 我们里面呢,已经放入皮皮棉填充好了 然后给它对应好 上面这一部分呢,没有针牙 那么我们就给它缝在这个帽子上面就可以了 我们简单看一下 我们简单看一下 缝在这个帽子上面 上面穿一针,然后呢,身体上面穿一针 就这样一针一针的缝起来 帽子这一部分呢,没有针牙 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身体部分这个轮廓呢 去缝就可以了 一直呢,缝到这个前面 前面这一部分呢,就有针牙了 那么我们就顺着前面这个针牙的部分 上下,这样对应好,缝起来 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头和身体呢 给它缝合在一起了 方法呢,比较简单 我们把这个身体和头缝合在一起之后呢 把线穿到这个头顶上方 我们呢,再简单的把这个帽子和头部呢 给它固定上几针 稀疏的给它缝上几针就可以了 就这样简单的给它缝上几针 把这个帽子呢,也给它固定在这个头部上方 这样就可以了,把线尾直接剪断 那么我们这个头和帽子 那么头和身体都给它连接在一起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缝合一下其他部分 这是两个胳膊的部分 这两个胳膊呢,不用放入皮皮棉 我们就直接这样缝起来就可以了 之前呢,都留好了线尾了 然后呢,把胳膊呢,缝在身体两侧 缝的时候呢,穿这个胳膊双层的 这样缝起来 穿这个双层的 好,按这个方法呢,把两个胳膊呢,给它缝好 好了,这个胳膊缝合在身体上面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缝一下耳朵的部分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耳朵 把这个内耳和外耳呢,给它连接在一起 非常简单的,我们这个内耳呢,也留了一条线 用这条线呢,来进行缝合 给它固定在这个外耳上面 固定的时候,大家注意了 我们只是给它缝在这个外耳的单层上面 不要穿透 就这样给它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先把这个内耳固定在这个外耳上面 帮播放 先这样给它固定好 最后呢把这线尾呢直接剪断 然后呢我们这个内耳上面呢 我们还需要用黑色线勾勒一个字母 我们黑色的那一只呢是勾勒出来了一个M 我们这个呢勾勒出一个C 大家可以勾勒出自己任何喜欢的一个字母都可以的 我们来勾勒一下 先把这个位置大致找一下 先从最边缘穿针出来 横呢要稍微拉长一点 然后呢从下面穿出来 再这样拉上去 再从下面 穿针出来 再把线拉回来 好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字母Z呢就简单的给它勾勒好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用不到的这个线尾呢可以直接剪断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耳朵呢给它缝合在这个头顶上方了 那么这个耳朵呢我们给它钉在帽子的这个三到四行之间就可以了 分别给它缝在这个头顶上方了 分别给它缝在这个头顶的左右两侧 就这样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侧缝合一个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两个耳朵给它缝合好 好了我们把这个耳朵缝合好之后呢我们来勾勒一下嘴巴的部分 嘴巴呢大概是在这个第十行到第十一行之间的这个位置 占据最中间的这六针就可以了 找准这个位置 最中间的这个位置 把线这样穿出来 最中间的六针 然后再这样穿出来 好我们这个嘴巴就勾勒好了 非常简单的 可以给它加粗一根 都是可以的 这样穿出来 把线尾呢直接剪断 我们这个主体部分呢就全部完工了 最后呢我们可以在脖子的地方呢 给它绑上一条丝带 绑一个蝴蝶结 作为一个小装饰 就这样给它绑好 那么绑好这个蝴蝶结之后呢 一个非常精致 非常有个性的 一个小挂件呢 就完成了 好了终于给它绑好了 然后呢我们再给它剪断 好我们今天这个教程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